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 我是李宥孫 美國財政部12號宣布 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裁 旨在切斷俄羅斯通過第三方 獲取物資和服務以製造軍事用品 加大外國金融機構 與俄羅斯戰爭經濟往來的風險 新一輪制裁 針對300多個全球實體和個人 20多家中國企業和個人 又受到波及 但白宮強調 這是一項全球範圍的制裁 不只針對中國 在被問及新制裁 是否會影響中俄未來經濟合作時 中國外交部回應指 中俄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雙方開展互利合作 有自身的內在邏輯和強大韧性 符合兩國利益 發言人並且表示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非法單邊制裁 和長壁管轄 中俄之間的正常經貿往來 不應受到干擾和破壞 更不應成為抹黑遏制中國的工具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聞 正在新西蘭訪問的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當地時間13號下午 與新西蘭總理拉克森舉行會談 並且共同會見記者 新西蘭總督基羅與新西蘭總理拉克森 一同在總督府前草坪 歡迎國務院總理李強的到訪 毛利族男女長者分別向李強行碰比里 就代表著毛利人的真誠問候 軍樂隊揍中國國歌 民放禮炮時就響 李強並檢閱新西蘭仪仗隊 之後兩國總理展開會談 並見證多項文件的簽署 包括正式啟動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合作 新西蘭明侯桃對華出口等 在共同會見記者時 李強表示 雙方一致認為要擴大貿易規模 中國願意參與 新西蘭未來十年出口倍增計劃 李強並指 中國希望同新西蘭一道推動RCEP 取得積極進展 也希望新西蘭支持中國香港加入RCEP 李強並強調 雙方要加強在國際多邊領域的協調沟通 新西蘭總理拉克森就表示 新中自貿協定實施以來 雙邊貿易總額達到了380億新西蘭元 中國是新西蘭最大的貿易夥伴 兩國在貿易、教育、旅遊、科技創新上的合作 令到雙方受益 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化 列為是本屆新西蘭政府的優先事項 而新西蘭貿易部長早前也表示 中國有龐大的消費市場 正在等待著新西蘭優質產品的進入 富翁衛視 胡林劉健 惠林頓報導 七國集團的年度峰會6月13號到15號 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亞大區舉行 各國領導人重點圍繞烏克蘭和加沙戰爭 人工智能 氣候變化等問題進行討論 另外 美聯社報導 法國官員證實七國集團領導人已經同意 以俄羅斯被凍結資產的收益為擔保 向烏克蘭提供一筆500億美元的貸款 七國集團峰會13號起在意大利普利亞大區舉行 峰會東道主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當天歡迎七國集團首腦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以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歷齡出席峰會 向世界提供可以共享的價值觀 另外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日前透露 美國和烏克蘭計劃於峰會期間簽署雙邊安全協議 據外媒報導 法國官員12號證實 七國集團領導人已經同意 以俄羅斯被凍結資產的收益為擔保 向烏克蘭提供一筆500億美元的貸款 協議具體細節可能會非常迅速地制定出來 並在這次峰會上正式宣布 無論如何 這筆500億美元的貸款 將在2024年底前撥付 不過 如果俄羅斯的資產被解凍 或收益不足以償還貸款 七國集團成員需要重新考慮 如何分擔這筆貸款 峰會是綜合報導 俄羅斯央行於13號起暫停港元交易 並且解釋稱 港元依賴美元 俄方有必要降低金融市場的風險 俄羅斯央行在聲明中表示 從6月13日起暫停港元交易 同時 更改出美元 歐元 港元以外 貨幣的外匯市場和貴金屬市場交易時段 於莫斯科時間9點50開始 俄羅斯央行隨後解釋稱 港元依賴於美元 以港元進行結算的銀行 傳統上遵守相當嚴格的規定 並且結算時間較長 為了降低風險 決定暫停港元交易 而歐元和美元將繼續在場外交易 即通過銀行進行 周三 美國財政部宣布 對俄羅斯實施新一攬子制裁措施 制裁名單中包括莫斯科交易所 及其子公司 國家結算存管處 和國家清算中心 在此背景下 莫斯科交易所暫停了美元和歐元 交割工具的交易和結算 俄羅斯央行還稱 美國對莫斯科交易所的制裁 不會影響出口外匯量 財產和支付進口的外匯需求 盧布匯率也不取決於交易平台 風環衛視 引力 莫斯科報導 七國集團峰會6月13號到15號 在意大利普利亞大區著名的一個景點 就是在亞大利亞海岸的 這個巴黎的一個叫 Borgo Agnesia酒店舉行 那麼從地圖上看呢 這個地點就在大皮蝎形狀的後根上 現在呢 已經放出了很多消息 就是這次這個集氣峰會的主要內容 聚焦俄烏武戰爭 還有中國所謂產能過剩 以及中東局勢 人工智能等等 除了這個七國集團的領袖之外呢 這個意大利東道主 還邀請了十幾個來自北非中東 還有這個南亞 還有南美的一些國家領導人 還有呢 就是這個天主教 教皇 方基各 也這次首次參加集氣峰會 因為在意大利嘛 那麼這次的會議呢 在事先呢 已經說了 比如說關於這個 要為烏克蘭提供 從這個俄羅斯資產那兒 這個得到的這個利潤 援助烏克蘭 還有呢 沙利文也說了 在這個會場上的 這會議期間呢 拜登和斯萊斯基 將簽訂美烏的安全協定 等等 這彭博社還說已經得到了 集氣的聯合聲明的 這個草案 文本 等等等等 那麼這次的主要的 這個集氣峰會呢 兩個主題比較突出 一個是俄烏戰爭 針對俄羅斯 還有呢 就針對中國 那麼針對中國的一方面呢 把中國往俄羅斯那邊扯 然後呢 還有呢 說中國歸於這個 所謂產能過剩的問題 彭博社還說這個 七國集團領導人說 要成立一個聯絡小組 協調全球半導體共有 那麼我們對這次 意大利的這個集氣峰會呢 做幾點觀察吧 第一 這次的峰會呢 是俄烏戰爭爆發後 第三次的這個集團峰會 戰爭形勢和去年 廣島峰會的時候 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了 主要是西方國家 解除了遠端武器 打擊俄羅斯境內目標的禁令 另外呢 還把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的收入 轉給烏克蘭使用 這些都顯示了 西方集團放棄了過去兩年的克制 進一步的介入俄烏戰爭 那麼第二呢 就是與去年日本廣島峰會不同 這次意大利的峰會呢 針對中國有了很具體的內容 一是說中國對俄羅斯 進行了戰爭援助 二是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問題 當然還有和去年一樣的 一些台海和東海緊張局勢問題 而在峰會之前呢 美國和歐洲已經先後宣布 對中國電動車施加高額的 額外的關稅 那麼也就是說呢 上次峰會到今年這一年間 西方明確地把中國作為政治 和經濟的有利對手 並且呢 有了一些針對中國的具體動作 第三呢就是這個東道主意大利 邀請了其他十幾個領導人出席 其次這次的這個幾個結合峰會 像印度總理啊 阿根廷總統啊 巴西總統啊 還有這個邀請了這個沙特的 王楚好像王楚最初沒去 但是阿聯酋的總統去了 還有其他的北非的一些領導人 那麼在這個峰會上呢 還舉行西方國家和這些地區 國家的分會談 很明顯啊 這是要和俄羅斯和中國呢 要爭奪朋友 爭奪夥伙伴 拉攏重要的國家 在地緣政治和經濟合作領域 選邊站 而這些國家呢 往往呢 在這個中美啊 或者是這個西方俄羅斯 這場這個 對立啊 或者衝突當中呢 就兩邊通吃 參加完西方集團的峰會後 再興致勃勃地參加金磡國家峰會 他們很樂得從中被利用 並且呢獲得利益 看看另外一則新聞 亞美尼亞總理 帕什尼亞12號表示 亞美尼亞將退出 俄羅斯領導的集安組織 因為這個組織 沒能夠履行應有的職責 說是已經泡沫化 另外呢 因為不滿白俄羅斯總統 盧卡申科訪問阿塞敗疆 那麼亞美尼亞已經宣布 召回他駐白俄羅斯的大使 帕什尼亞12號在議會問答時表示 亞美尼亞將完全退出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取體時間有待決定 亞美尼亞是 集安組織的創始成員國之一 去年9月 阿塞拜疆通過軍事行動 收回兩國具有爭議的 納卡地區後 亞美尼亞指責集安組織 沒能阻止 阿塞拜疆的行動 並在今年5月正式拒絕 為組織提供資金 帕什尼亞批評說 集安組織已經是一個泡沫聯盟 不僅沒能履行職責 還幫助阿塞拜疆策劃 針對亞美尼亞的戰爭 亞美尼亞外長 綜合報導 阿塞拜疆國防部12號表示 俄羅斯維和人員 已經全部從納卡地區撤出 懸掛俄羅斯國旗的撤隊 緩緩駛離 俄羅斯維和部隊 4月份開始從納卡地區的 臨時駐點撤出 阿塞拜疆國防部12號在聲明中稱 俄方維和人員 武器和裝備 已經在當天全部撤出了阿方領土 納卡地區位於阿塞拜疆西南部 居民多為亞美尼亞族人 蘇聯解體之後 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 因為納卡地區歸屬問題 多次爆發戰爭 2020年 俄羅斯和阿亞兩國簽署聲明 宣佈納卡地區全面停火 根據這項聲明 俄羅斯在納卡地區 部署了大約2000名維和人員 亞美尼亞總理 巴塞尼亞要退出疾安組織 已經聲張了將近兩年了 這次在議會當中說得狠狠 說就要退出了 他退出疾安組織其實還是有不小的影響的 我們知道這個疾安組織呢 它是成立的時候啊 它是這個俄羅斯開始這個發起的 是這個 但是呢是在92年的5月15號 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成立的 當時就是一個區域性互助組織 有效期5年 94年開始生效 94年然後到這個99年 那麼首批加入的國家有 俄羅斯 哈薩克 塔吉克 烏茲別克 吉爾吉斯 和亞美尼亞 這6個國家吧 到93年的時候呢 就還沒有生效的時候 又加了三家進去 就是白俄羅斯 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 可到99年呢 就到了5年之後 那開始這個再次的這個 續的簽約的時候呢 阿塞拜疆啊 加入了幾年之後 他走他不幹了 烏茲別克 就是建立的那個地方 塔什干 他也不幹退出了 那格魯吉亞更不用說了 他也退出了 那麼到了2002年呢 這個疾安組織就決定把這個組織 升級到區域性的軍事同盟 目前呢 就是俄羅斯 亞美尼亞 白俄羅斯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和塔吉克 這個疾安組織呢 有這個俄羅斯 小北約之稱 就俄羅斯版的北約 那麼亞美尼亞的鬧退群呢 它是有理由的 他一直在說呢 就是你這個疾安組織啊 它是一個一個 這個條約之一 就是要保護成員國的這個安全 但是沒有 這個並沒有夠阻止呢 這個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 之間的打仗 而且呢本來這個俄羅斯啊 它是 從 從這宗教上來講的話呢 它應該是傾向於亞美尼亞的 因為阿塞拜疆是這個 穆斯林嘛 是伊斯蘭教嘛 而普京以前呢也很支持這個 帕什尼亞 後來呢 這幾年呢 因為土耳其很支持 阿塞拜疆 那麼人們認為呢 是這個 為了俄羅斯自己的利益啊 就普京就 拋棄了 這個 亞美尼亞 那麼 這個納卡地區啊 這個戰爭呢 因為阿塞拜疆啊 它 它有這個 土耳其的那個無人機啊 土耳其的這個武器啊 很厲害 這個亞美尼亞可能打不過 那亞美尼亞在那個 納卡地區呢 住的亞美尼亞人 所以說呢 這個事情就一直在打 當然在蘇聯時期呢 人家就把 一個有亞美尼亞人住的地方 就給畫給了 這個阿塞拜疆啊 這也是 這個最高層的莫斯科呀 我估計它也是在 平衡牽制這個 各個地方的這樣一個做法 那麼現在呢 這個亞美尼亞說 這個 要要要 凍結匯集 說了兩年了啊 而且不交匯費 俄羅斯就說 那你 你在你就得交匯費啊 看來也確實需要錢 後來呢 因為普京的要求 亞美尼亞呢 就把退約時間呢 推到2023年底 就是去年年底 後來呢 又勸的 還在到今年年底吧 又又推到今年年底 這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講好了 可是現在呢 好像這個 巴士尼亞沒有耐心了 所以他就要退出了 另外一方面 其實這兩年的 這個 巴士尼亞政府啊 一直和美國西方呢 加強關係 包括和美國 舉行這個聯合局勢演習啊 還有呼籲西方支持啊 什麼加強當地的 這個民主民生啊 甚至還暗示說 將來有 有 成為 這個歐盟成員 這樣的話呢 你就完全是在這個 激安組織裡邊 它就是一頭黑癢了 所以說呢 這個 現在呢 這個亞美尼亞 如果完全退出了激安組織 可能呢 會成 對於亞美尼亞是一個退 和不退 什麼是退的問題 而對於俄羅斯來說呢 這就是又少了一個盟友 不但少了一個盟友 而且可能呢 會有多米諾骨牌效應 而且呢 它作為南高加索的一個 這樣一個重要國家呢 可能會成為美歐 撬動俄羅斯地緣 政治裂口的一個 另外的一個機會 那麼 現在這個 俄羅斯呢 陷入烏克蘭戰爭 現在它對於亞美尼亞呢 它也沒有什麼辦法啊 這就不是一般的麻煩 將來如果要是有大問題的話 這就多米諾骨牌 那麼現在人們就在想了 如果亞美尼亞退出了 下一個退出 既然主持的 會是哪個國家呢 現在六個嘛 6-1的有五個 下一個是哪個呢 很難說 但是呢 最近一直有傳言呢 我看到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 反對莫斯科的網站 他們這樣傳說的 他說這個 俄羅斯已經在對一個國家 進行反覆勸說和慷慨承諾了 說你不要退 因為他如果退的話呢 這個動機太大 那麼哪個國家呢 哈薩克斯坦 說哈薩克斯坦在今天年底 也想退出激安組織了 但是目前還沒有得到證實 沒有得到哈薩克斯坦官方證實 但是可以想像 如果哈薩克退出的話呢 那這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將不復存在了 就像這個帕什尼央講的 說這是一個泡沫組織 帕什尼央居然在 這個亞美尼亞的國會 還說泡組織 泡沫組織的人是有罪的 這是在說誰啊 這個他確實是說話說的比較厲害 再看看東亞 韓國外交部13號就俄羅斯總統普京 將訪問朝鮮的消息作出表態 說俄朝之間的交流合作 應該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決議 另外呢 韓方又指出最近 韓朝緊張氣氛加劇 但雙方都排斥對話 導致危機管理出現了困難 據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 將在短期內訪問朝鮮 與朝鮮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舉行會談 韓國外交部13日表示 韓國政府關注普京 準備訪朝的動向 俄羅斯和朝鮮之間交流合作 應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罪議 另外15日是615韓朝共同宣言 24週年韓國13日舉行了紀念儀式 韓國國會議長 與原職致自使稱最近韓朝之間矛盾 和緊張日益增大 如果不想要戰爭 對話是唯一改善韓朝關係的突破口 韓朝都要終止排斥對話的行動 為共同生存下去雙方需要溝通 國會議員曹國表示 韓朝都要終止抵對行為 小衝突會導致嚴重武力衝突 他並強烈批評尹錫約政府在展開 助長韓朝對決的政策 韓國方面分析認為 普京即將在時隔24年後訪朝 本身對俄朝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俄朝關係進入不勝化 會加速俄朝之間武器轉移 和提供衛星技術等軍事合作方案 鳳浩衛視金之前 韓國淑爾報導 韓國已經對普京總統 將訪問朝鮮發出警告了 那麼加深了俄朝關係 勢必就進一步的惡化了俄韓關係 當然了 韓國現在實際上 已經向烏克蘭提供大批的砲彈了 所以要是間接的 現在請看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表提新聞 稍後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讓他增加密名 合作者 李宗盛 明明是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是李宁思 以哈衝突持續 在加沙南部拉法 乙軍據報已經攻入 其列為人道區域的馬瓦西地區 大批民眾不得不再度逃離 加沙衛生部門通報 過去24小時內 加沙各地再有至少30人 在乙軍襲擊中喪生 另外有105人受傷 以色列軍方13號發布視頻指 其部隊持續在加沙 對哈馬斯武裝人員及設施 進行打擊 過去一天內空襲了哈馬斯隧道竖井 火箭發射器等合共45個目標 其中在加沙中部 殲滅10名哈馬斯武裝人員 乙軍還指 在加沙南部拉法 其部隊基於情報 繼續開展針對性行動 過去一天發現大量 哈馬斯武器裝備 並在激烈交火中近距離 擊斃多名武裝人員 拉法當地居民指 乙軍坦克持續深入 拉法西部地區 並向沿海的馬瓦西地區推進 向馬瓦西發動空中 地面及海上襲擊 許多家庭不得不再度 徹夜逃離 而自乙軍5月 進攻拉法以來 一直將馬瓦西化定為人道區域 乙軍方也否認曾對馬瓦西發動任何攻勢 而在加沙中部 努塞賴特難民營 至少兩棟民宅遭乙軍襲擊 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數十人受傷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13號 在七國集團峰會期間表示 以色列支持聯合國安理會 日前通過的加沙停火決議 但哈馬斯方面提交的修正案 與美國總統拜登所提出的 以及安理會所接受的內容有出入 關鍵癥結在於哈馬斯堅持要求永久停火 以軍全面撤出加沙 而乙方一再重申 在徹底瓦解哈馬斯前不會停止行動 沙利文指 美方將致力與埃及卡塔爾繼續合作 建立彌合分歧並推進協議達成 沙利文指 拜登也將向七國集團領導人通報 停火協議細節 並敦促各國支持談判進程 避免再度陷入僵局 鳳鴻衛視綜合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加沙停火協議 以色列據說是表示支持 那麼哈馬斯也表示歡迎 但是說一套做一套 哈馬斯說修改這個修改那個 以色列悶聲地還繼續打 以色列最近對聯合國調查委員會 做出的一個調查結果非常憤怒 因為調查結果是指出 哈馬斯和以色列都犯了 這個屠殺人類這個種族滅絕的罪行 那麼以色列方面就認為 這個聯合國就完全沒有任何道義 沒有功力可言 到底是誰發起的這場戰爭的 到底誰先這個發起屠殺的 就不管各打五十大板 那麼我想呢這也是 以色列呢越來越對聯合國不滿意 越來越藐視聯合國甚至不執行 聯合國的決議呢 給他自己也找到了理由 最後請您瀏覽世界其他媒體的 主要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就算了 個票 還可以 有人